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0号星期六 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日前 中共驻美大使馆前出现抗议民众 遭到亲共分子隔街辱骂 以及中共女大使官员向抗议民众 比中指 骂脏话的场面 对此 示威民众要求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给出解释 不料 19号 中共大使馆对此则发文 公开反说使馆遭到所谓的反华不法分子的滋扰 甚至抗议美国政府没有制止民众抗议的相关行为 随即引发外界争议 综合网络信息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消息说 日前有立场反共的中国旅美侨民 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聚集 分别手持红底白色看板 抗议中国国内部分地方官员侵夺人民财产 同时控诉他们在海外诉求时 曾经遭到使馆派人威胁 因此要求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出面解释 不料遭到中共公使官员比中指 骂脏话 但在抗议过程中 有十多名青衣色短发 大多身着黑色上衣 而且说中文 看似具有军警情报背景的中壮年男子 不断隔街辱骂抗议群众 甚至口出慧言 双方一度相互冲过对接 短兵相接 但迅速被现场的美国警察隔开 其中 有一名男子随后被警方逮捕 带离现场 报道说 经网友搜寻比对 被指认为是中国驻美国公使徐学渊的一名中年妇女 在驾车经过抗议现场时则摇下车窗 不但出人意料的像男性一样 对着抗议民众大骂脏话 还边骂边笔中止 让不少网友惊呼 他真的是堂堂的中国驻美公使吗 面对质疑 美东时间19号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已发言人对此回应 反而说抗议民众是在所谓的某些反华势力 缩时组织下到中国驻美使馆进行滋扰 这名发言人还说 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但美方没有对抗议民众进行制止 中方要求美国保护中共驻美使馆和人员的尊严和安全 消息一出 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说 许多人 包括我自己 当初去大使馆看见有人抗议 我觉得也很不可思议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 要知道这些人在国内受过多少迫害 许多人死在监狱里面了 就因为政治观点不同 许多人受迫害 连带家里人也都受迫害 不让人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是一回事 迫害驱逐 人家放着自己的国家回不去 自己的家园被毁 不让人抗议 实在说不过去 近期 台湾人在柬埔寨遭遇高薪诈骗和人口贩卖 而深陷困境 引发了各界关注 对此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柬埔寨诈骗案是中共政府一带一路的遗毒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8月20号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针对有关柬埔寨诈骗案的问题 吴钊燮说 行政院已经针对柬埔寨诈骗集团成立了专案组 外交部也为此进行全力协助行政院 要求越南泰国的外观 必须成立柬埔寨诈骗案相关专案小组 跟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 至于中共政府声称愿意提供帮助的说法 吴钊燮则表示 柬埔寨诈骗案正是中共政府一带一路的遗毒 所以才导致台湾人在异国他乡受难 因此 北京当局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口贩卖报告说 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所组建的犯罪集团 把外籍劳工诱骗到当地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活动 这份报告把柬埔寨排在人口贩卖情况最恶劣的第三级观察名单 由此引起柬埔寨政府的强烈不满 英国BBC新闻引述评论说 多年来 柬埔寨政府一直实行中共所谓的一中政策 导致台湾无法在柬埔寨设立代表处 由此也增加了救助诈骗案台湾受害者的难度 中华民国外交部引述驻越南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统计数据说 6月21号到8月10号期间 共有222名台湾人在柬埔寨工作遭受人身自由限制 柬埔寨南部港口城市西哈努克 很有可能是受害的台湾人所在的地方 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 长期关注华人在海外劳动人权等问题 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 李强说柬埔寨诈骗案的受害者 以来自中国大陆为多数 柬埔寨多个经济开发区中 每个园区有几十家诈骗公司从事这种犯罪活动 大约5%是来自台湾 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 这种现象比较严重 备受关注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近日台美宣布正式启动协商谈判 台方经贸谈判办公室说 内容涵盖具有四个方向的重要目标 专家分析 这项倡议把贸易伙伴层次 拔高到信念上的合作 美方可能把协商的结果 作为跟其他国家谈判的典范 中华民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 8月18号发表声明说 台美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正式启动协商谈判 台美在6月1号宣布这项倡议 现在已经达成共识 声明说 谈判不涉及关税 所涵盖的项目具有四个重要目标 包括促进台美农产品贸易 强化台美双方投资和贸易 强化台湾与各国制度化连接 以及强化市场经济体制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长 花家郑博士说 上述议题范围相当广泛 跳脱过去纯粹就供应链上 产业面的合作 它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来 进度这样的一发展 都是必须要在双方都认知上 是未来是一个公平 而且是有共同的想法 他向希望直升分析 美国未来合作的伙伴 他要强调的还是价值观念 要吻合的合作伙伴 就是他现在渐渐的层次也会提高到信念上的合作 层次再一次被拉高 美国他找去可以信赖 能够理念一致的合作伙伴 这就变得很重要了 同时美国时间17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谈判正式开始 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在声明中说 今天 在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持下 我们开始和台湾谈判 这将深化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推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共同贸易优先事项 并为我们的员工和企业 推动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中共跳脚 中共商务部 国务院台湾办公室 又发出反对的声音 宣称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 恪守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比安奇还说 我们计划实现高标准的承诺和有意义的成果 涵盖谈判任务中的11个贸易领域 将有助于建立更公平 更繁荣和有弹性的21世纪经济 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向希望之声分析 美国正在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 对某些中国企业实施技术禁运 不让它从西方国家取得技术 于是会要求台湾配合设下防火墙 管制某些技术、设备和软件出口到中国 才能放心让台湾继续成为半导体产业的领导者 转移最新科技领域到台湾 日前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 兼经贸谈判总代表邓振中受访时说 预期今年年底会有小范围的成果 希望明年就能把整个协商谈判通通完成 花家正分析 在美国国会议员佩洛西、埃德马基接连访台 中共采取大型军事演习等反应后 台美双方的交流越趋走向正式化 从经贸上 美国从过去的模糊政策 越来越走向战略清晰 他认为 正式启动倡议协商谈判 最大的改变是台美之间的贸易投资和供应链的合作 将转变过去台湾较多投资中国的比重 他说 吴嘉隆也认为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美台终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考虑纳进国家安全因素 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 美台谈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 可以成为一个典范 让美国套用在跟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上 被民众熟知的大五毛司马南 近日被曝在美国买房而陷入舆论风暴 司马南打着爱国牌搏流量 不断胡言乱语 鼓动民意 煽动民粹 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 引发大量网友炮轰 双方在引发网络社群激烈混战后 疑似遭到官方出手维稳 8月20号 司马南遭全网禁言 微博 抖音 B站账号等都处于禁言状态 现年66岁的司马南 是中国知名的大五毛 有超过3000万粉丝 因为时常发表反美激烈言论 被封为反美斗士 他曾经批评别人 反美式工作 赴美式生活 近日却被踢报 2010年花25.7万美元 在美国加州买了一间房子 限值58万美元 引发舆论战 而司马南任了美国买房遭舆论维剿后 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发文帮腔 在美国买过房子 投过资 就不能批评美国了 对于司马南禁言一事 外界猜测 可能和他针对联想集团有关 中央社的消息说 司马南去年开始 持续追打联想集团 建卖国有资产引发注目 司马南和他的粉丝 拼命围攻联想等民营企业 和柳传志等资本家 否定民营经济 污名化资本 搞得民营企业家纷纷沉默 畏惧 退缩 乃至爆发润潮 他日前再发影片 向公安部中央网信办 实名举报联想花钱操控舆论 而如今大陆经济低迷 就业失业问题同样严峻 正需要发挥民营企业稳就业大作用的时候 中共总理李克强 前几天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视察时 特别强调 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 对国企、民企、外企及合作企业等各类企业 在政策支持上一视同仁 司马南针对民营企业和资本家 被认为是跟中央唱反调 他被禁言也就不奇怪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